美律所对法拉第未来提起集体诉讼 涉嫌触犯证券法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31日消息 律师事务所波克利对天称 甲月亭旗下法拉第未来可能触犯了 美国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并提起集体诉讼 呼吁因交易该公司股票 猛受亏损的投资者加入诉讼 2021年11月15日美股收盘后 法拉第未来通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 由于公司董事会 正在对与披露信息事实有关的事宜进行调查 因此无法在规定期限内 提交2021年第三季度的FORM10-Q文件 法拉第未来2021年7月 通过SPECT就位上市 2021年10月7日 空头J Capital为SERGE发表一份 长达28页的做空报告 声称法拉第未来存在一系列问题 不大可能外出去一辆汽车 说不能及时提交FORM10-Q文件消息影响 法拉第未来股价 较11月15日收盘价下跌于5% 在2021年1月28日至11月15日期间 买进法拉第未来股票的投资者 无论是否已卖出 都可能有资格参与这一诉讼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